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我是洪准 在10點到10點半 陪大家一起看盤 面對道琼指數的下跌 連續三天的下跌 我要跟大家講一句話 在這個地方你不用怕 你也不能怕 因為聖兵是先求勝 而後求勝 敗兵才是先求勝 而後求勝 所以我們在看行情的時候 你要先做好規劃 規劃行情 掌握行情 跟隨行情 不對的時候 你應變就可以了 那你現在看到 道琼指數的下跌 其實我們在12月份的時候 就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我那時候只用一個 技術面的指標 我就跟大家講說 道琼指數 你應該要怎麼樣來做觀察 首先在12月4號的時候 當時道琼指數還沒有下跌 我是不是給大家這張字卡 我跟大家講說 道琼指數 它現在是走一個下降趨勢 跟頸線支撐間的 三角收斂形態 如果這個三角收斂形態 它如果跌破了頸線支撐的位置 它會怎樣 它會往下等距測量幅度 2000點 它會往下等距測量幅度 2000點 所以你看到12月5號的時候 當時 我們就直接在Light Act裡面 跟大家講說 美國股市一旦跌破了頸線支撐 以WD的頸線位置來看的話 它會往下做2000點幅度的下跌 修正 所以當你知道說 當我的道琼指數跌破頸線支撐的時候 它就要往下修正2000點的幅度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 市場上面開始有一些 利空的言論出來了 包括美國聯準會升息 包括什麼 包括川普現在 有一些政府關門的計畫 那很多的利空在那邊 打壓打壓打壓 才會造成美國股市 這樣子的走勢嘛 它才會跌破頸線支撐之後 往下跌2000點下來對不對 但是在它跌2000點之前 我們是不是已經先跟你說了 美國股市如果跌破頸線支撐 這個頸線的位置 一旦跌破的話 它會往下測量2000點的幅度 所以美國股市來到2000點 測量幅度的時候 你該害怕的不是這裡 而是這個地方 而是它跌破頸線支撐的位置 所以現在你看到美股重挫 美股大跌 我告訴你 這個地方 你反而要來關注 台北股票市場的走勢 因為美國股市 它是 最強勢的一個 最強勢的一個市場對不對 所以很多的 美國股市呢 很多投資人都會 觀察美國股市來做台股 但是你們的做法 相反的 你們的做法 邏輯剛好導致了 美國股市在跌的時候 台北股票市場 台北股票市場 早就已經先反映了對不對 這一段10月份 台北股票市場中挫的時候 美股並沒有跌太多 美股它是走一個 三角收斂型態 它是走一個三角收斂型態 所以美國股市做了 最後補跌的話 你有沒有發現到一件事情 美股最近再怎麼跌 但是台北股票市場的走勢 它是如何 它是走一個 橫盤震盪整理嘛 它就是走一個 橫盤震盪整理啊 那為什麼台北股票市場 可以逆勢抗跌 為什麼台股可以逆勢抗跌 最重要的原因在於籌碼 在於籌碼 你光看融資餘合就好了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現在的融資餘合是歷史低檔水位 你錯過這個機會 你會很可惜很可惜 所以當我的台北股票市場 融資都已經斷光光了 你還希望它出現一波多殺多的走勢嗎 所以現在很多投資人去放空 我可以看得出來啊 因為融券就是在這麼高的位置嘛 融券現在有58萬張耶 58萬張喔 所有的人都跑去放空了 那你覺得這一些人他會贏嗎 他會贏嗎 那一旦出現軋空行情的時候 那台北股票市場不就要飛上去了嗎 你看到很多的利空對不對 包括了美國股市重挫 美國政府關門 納斯達克大跌 那這一些利空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 那如果台北股票市場 連這麼多的利空都打不下來的時候 它的底部不就是非常的結實嗎 所以我要你看的是什麼 未來的利多在哪裡 未來的機會在哪裡 所以我們回過頭來看 中美貿易大戰萌生轉機對不對 中美貿易會談準備在明年1月份舉行 現在有沒有人會跟你講這個 有沒有人告訴你這個利多的訊息 沒有 因為所有的投資人現在的想法都是偏空的 他們都覺得說股票市場應該要大跌 所以媒體全部的 全部的媒體都在放鬆告訴你說美國股市大跌 台北股票市場非常的恐怖 然後未來的機會非常的渺茫 但是呢真正的利多訊息 他把它忽略掉了嘛 忽略掉了嘛 你等到未來這一件事情真的開始發生的時候 哇 股票市場又噴上去了 那你又賣在那個最低點的位置 你又賣在那個最低點的位置 所以我們要做的事情 必須要先預測到未來嘛 那你要怎麼預測到未來 你要靠的是什麼 不是靠媒體靠新聞啊 你要靠技術分析 我們在12月5號的時候我就已經跟你講了 美國股市一旦跌破頸限之聲 它會往下回測2000點 它會往下回測2000點 那我現在往下回測完了 那未來的走勢就非常的關鍵 就非常的關鍵喔 美國股市如果能在這邊做一個 持穩打底就好了 它不用 不需要 大漲 它只要橫盤整理 台北股票市場就會開始起飛 它就會開始起飛 因為我們是先跌的嘛 我們在10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是先跌下來的 美國股市是落後補跌的 那我們是最落後的市場 最前面的市場 所以我們必須要比美股還要更早 我們已經先在做打底的動作 美國股市最後落底 那它落底下來 我們是不是會先做起漲 所以你要看清楚啊 你要看清楚 市場現在資金的流向面 他們在做一些什麼樣的事情 你只要能夠搞得懂的話 我告訴你 你就知道說 未來台北股票市場 要走的就是這個主身段的行情 就是主身段的行情 你現在跟你談 你完全不會相信 就很像11月份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內支主力準備要回來了 你要準備做一些中小型的類股 所以我當時是不是帶你做4942的家章 我直接秀給你看嘛 當時我們的買進的價位在哪邊 在這裡嘛 這樣一波這樣做上來30% 那我還有做什麼 6525的結米也是一樣嘛 一波上來25% 還有誰 還有6266的太勇也是一樣啊 當時我們不都是買在起漲的價位嗎 30% 30% 30%這樣賺不好嗎 那你現在你要看到的是 未來是什麼 是一個更大的行情 會超過原本30%更恐怖的行情 因為現在是一個主身段的機會 但是在主身段之前 他一定會來回的去做洗盤洗盤洗盤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說 最近的行情 個股之間是不是非常的震盪 你在一直來回洗盤的過程當中 你才會把你的持股信心給洗掉 然後很多人就是 是砍在那個相對低檔的位置 結果你又發現你的股票 未來一飛充電的時候 你一張都沒有 結果你爆了大半輩子 因為那一波洗盤的關係 因為市場滿滿利空的關係 結果你把它砍了 那很抱歉 未來主身段你就錯過了 所以我是不是要你掌握tempo 你的tempo在哪裡 一選二回三要大賺嘛 你要使用金流選股 你要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這樣你才有辦法做到大賺的機會啊 每天在那邊追價追追追 你真的能夠追得到好股票嗎 就算你買到好股票 你會買到好價位嗎 在股票市場裡面 你要賺錢很簡單嘛 買低賣高不就賺錢了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但是你們卻因為每一次都在 看著市場的訊息 然後去追價的關係 讓自己做出錯誤的判斷 所以你要跟上腳步來啊 你要跟上我們資金的流向 因為只有資金的流向 才能告訴你未來 行情的方向在哪邊 所以我是不是示範給你看 我一直在做示範給你看嘛 尤其是在指數大跌的時候 因為只有在黑暗中 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只有在行情拉回的時候 我才能夠找到未來的明日之星啊 所以指數跌可不可怕 不可怕 只要你把只要你記得一個口訣嘛 一選二回三大賺 你要把金流選股 放在你的口袋名單裡面 所以呢 當機會來的時候 你才有辦法 你才有那個時間點去尻它嘛 否則你現在茫茫然的 你完全都沒有目標 然後呢 你等到你想要做股票 等到覺得說 行情真的有機會來的時候 然後你才進去匆匆忙忙佈局 那你不就跟一般的投資人都一樣嗎 你要不要試著去改變 想想看你要怎麼去改變 金流選股在12月19號告訴我一件事情 這一檔股票 它有資金在做佈局對不對 它是誰 4989的龍科嘛 那一選二回三你才有辦法大賺啊 所以呢 當我金流訊號告訴我的時候 我不急啊 我真的不急啊 我就是要等它回撤支撐的時候 我才要買 我就是要等它回撤我才要買 它不下來沒關係我就放過它 反正我還有其他的標的 但是一旦它下來的時候 抱歉 機會來了用力尻 23.7元買進 23.6元成交在昨天的時候 我都有公佈在我的Light裡面 你們都可以看得到哦 那我買進去之後 當天是不是直接亮燈漲停 當天亮燈漲停對不對 那你昨天如果沒有買到的話 其實你今天早上還有機會哦 4989的龍科你看一下 今天早上它一開始就洗你啊 這樣子跌幅不會嚇你嗎 那你被嚇出去的時候 不好意思 那今天上漲上來 就又不關你的事情 尾盤這樣拉尾盤 又不關你的事情了 所以操作你要有一個穩定性 你要有一套公式跟方法在做運行 時間的關係我們先進一下廣告 廣告回來繼續再講 然後你把所有人都說出來 好想想請問我 這個問題是一回合 這裡是一回合 我們現在進行的 廣告 進行 進行 廣告 進行 內鬥 進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红准 在10点到10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常讲说 孙子兵法胜负理论三原则 第一个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第二个你要有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第三你要预测敌人的战机 你不能蛮干嘛 所以我告诉大家说 我们选股模式是什么 第一个你要有资金转入的讯号 有钱再买 有钱再布局的标的 他既然布局了1000万 未来就有另外的1000万 去帮你做拉台嘛 所以当时我们才 在12月19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预判到这档股票 龙科他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对不对 所以我们等他什么 拉回了时机 拉回了时机波段强势股 买在短线上落势的时候 一选二回三你才有办法大赚嘛 所以23.7元买进 当天直接亮灯涨停 23.7元买进当天直接亮灯涨停 这个我都公布在Lightight里面 你在测试支撑的时候你不买 你在测试支撑的时候你不买 不好意思上去就没有你的事情了 大盘现在没有涨 但是这一档个股已经上去了 那为什么它会涨 很简单嘛 因为量占比从1500来到120 原本都默默无名 这一段时间根本就没有人会去注意到它的公司 为什么最近的量能开始爆发出来 开始爆发出来 那资金开始转入 你现在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消息 你等到过几天之后 你在我再问你看看 你是不是看到它的好消息 你去追它的股票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边 你必须要有领先市场的思维嘛 所以孙子兵法胜负理论三原则 第一个你要有不败给敌人的条件 条件在哪里 在金流选股 第二个你要等待战胜敌人的时机 你要等待它拉回的时候 所以你要预测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满干 你真的不能满干 所以投资人往往会赔钱 不是在股市大涨 不是在股市大涨的时候 都是在股市大涨的时候嘛 你回想看看 你之所以会赔钱 你的买点是不是在12月3号 这一天当川普告诉你说 他跟习近平两个人非常麻吉的时候 然后你冲进去买股票 结果啪 不好意思 你又住进了套房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 节奏上面你必须要把它掌握到 不是行情的关系 而是你操作节奏的问题 而是节奏上的问题 所以我现在今天为了庆祝最后一天独家 所以我推出一个一日方案 有参加的有看到的朋友们 我恭喜你 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独家开盘 所以我邀请你来体验独家金流魔法 全面五折 全面五折 就只有一天而已 就只有一天而已 错过的时候再也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是一套操作的模式 我不是告诉大家每天什么股票涨停板 那个没有用嘛 你如果农科 4989的农科你可以买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买在它起涨的时候 拉回测试支撑的时候 你才这样子赚你才有办法赚到一根涨停 否则你今天去追涨停板 有意义吗 你赚得到吗 昨天去追的人找盘不就又被洗掉了吗 所以你的操作必须要先了解资金的流向 你要看到钱往哪个方向去做移动 跟着钱走啦 跟着钱走 拿一个大麻布袋 然后把钱通通捞进来 把钱通通捞进来 所以比如像这一档股票 一样嘛 当我资金流向告诉我说 12月3号 这一档股票有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它是谁 2415的仓星对不对 但是我知道主力它会做洗盘 一定会洗 因为当我金流讯号出来的时候 这一段时间一直都有 大量的资金在做布局 但是大量的资金在做布局 它绝对洗盘 它一定会洗盘 它的洗盘很简单 它不要买就好了嘛 但是它有没有离开 它没有离开喔 它在洗盘的过程当中带量缩 一旦量增突破上去 它就会怎样 它就会创新高嘛 它就会创新高嘛 所以你的买点在哪里 你如果买在这个创新高的价位 不好意思你到现在还是赔钱的 你是赔钱的 但是如果你是买在这个低档的价位 你现在是赚钱的 所以买点重不重要 节奏重不重要 那大盘有涨吗 2415的仓星有没有 你从这个时间点来到现在好了 来到现在好了 大盘在这一段时间它有涨吗 它也没涨啊 那为什么有一些个股 它会有资金开始做转入 因为有一些大户们 它要趁着拉回的时候去买股票 那你更应该要知道 他们要去买什么 你就跟着他们走就好了 那你跟着一群散户去买那些 他们在买的股票 那你当然不会赚钱嘛 因为你看不到这些资金 你到底往哪个方向去做移动嘛 你只要能够掌握这一点就好了啊 所以当时在大户 他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这档股票很特别 因为有钱在买 12月7号的时候 同样的模式 我一再的复制它 我一再的复制它 这档股票在12月7号的时候 就一直有资金在做进场布局 我说它量缩整理量增突破上来 带量长虹之后 你要回撤支撑 要找买点 带量长虹回撤支撑 要找买点 现在的盘啊 它不会一飞冲天 马上你买了就喷出去 它一定会来回的去做洗盘 然后把你给洗掉 因为之后洗得越干净 就算它拿洗衣机 拿洗衣板来洗都好 它洗到让你受不了 你真的完全不敢进去的时候 它才要开始做拉抬 它才要开始做拉抬 所以那个买点真的很重要 为什么叫你说 你要选到金流在买的股票 然后回档的时候你再买 一选二回三你才有办法大赚 否则像这一档个股啊 你去追价的时候 你完全赚不到钱 可是呢你买在它拉回的时候 买在它重挫的时候 买在全市场最悲观的时候 你会不会赚钱 你会赚钱的哦 但是这个买点安不安全 非常的安全啊 但是你看到的往往都是危险的讯号嘛 因为指数大跌 因为这档股票大跌 那是因为你会害怕 是因为你看不到它的未来嘛 那我看到的就是这样啊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来回不断的去做洗盘 洗盘 洗盘 那你买在这边 你看今天还在创新高 今天不是大盘 不是跌的吗 那为什么这档股票 还能够创新高 有资金在里面嘛 有人在做布局嘛 有钱在买的股票 当然好啊 当然好啊 但是你的股票不会动 原因是什么 因为资金正在往外流嘛 它流到哪里去了 你的钱就这样被流进来 我们的口袋里面了嘛 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边 你有沒有掌握到 你有沒有掌握到 所以我们是一直在不断的复制 复制这个赢家的模式 复制金流的概念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一日方案 今天是独家开盘 最后一天 最后一次了 所以我邀请你来体验 独家的金流模法 全市场上没有人 可以抓得到资金的流向 只有我而已 只有你面前这个洪老师 所以我现在给大家 一个五折的方案 让大家来体验看看 金流到底有多好用 然后你就可以学习到什么 孙子兵法他告诉你的 第一个你要有不败 给敌人的条件对不对 金流就是你的条件 第二个十几点 你要怎么去掌握 而且你要怎么预测 敌人的战绩 你不能够蛮干嘛 当你的习惯养成了 慢慢的开始 有那种赢家的思维 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赢家 你就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 我也常在Lineat里面分享 你加入我的Line的投资朋友们 我相信你可以看到这档股票 当时我跟你讲说 它的价值低估 它太便宜对不对 它太便宜嘛 为什么我会说它低估 有原因的啦 资金当资金在做转入的时候 我去发现到它 基本面非常的强 第三季赚了1.34 净值33块钱嘛 所以它会连续的创高上来 对不对 大盘跌的过程当中 跟它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直创高 一直创高 是不是跟金元电 非常的像对不对 它是谁 它是3605的红字嘛 那我说它洗完筹码之后再创新高 但是它的利多消息出来的时候 你要干嘛 你要卖掉啊 你看到利多你才去追 但是明明利多我就是在出股票的 我就是在出股票的 所以当我卖掉之后你可以发现到 这几天为什么不动呢 它为什么要回档 不是因为我卖掉它的关系 而是因为它本来就有技术面 必须要回档的讯号嘛 那你的操作公式跟方法在哪边 如果你真的不够了解 整个股票市场的操作 你真的加入我们的liot 这个地方可以让你学习很多 可以让你学习很多 尤其是节奏 金流选股你要放口袋 回撤支撑你要勇敢买 一选二回三大赚 掌握节奏 你就能够战胜大盘啊 不是股票的关系 不是行情的关系 而是你节奏感不对 而是你的节奏不对 否则像这种个股啊 它也是很便宜啊 它的买点出来了 你敢不敢靠 你一定不敢靠 因为你看到大盘在跌 但是呢 它在跌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敢买 现在还是创高的哦 现在还是创高的哦 所以操作的公式跟方法在哪边 你有沒有掌握到 有些个股真的很好地买点 都是在大盘跌的时候 都是在美国股市重挫的时候 包括连这一档股票都是一样嘛 这一档股票在拉回的时候 台北股票市场不是跌得稀里花啦 全市场的人都在哀鸿遍野 那你贪不费 不是赚不到钱 是你没有掌握到赚钱的方法 所以金流选股放口袋 回撤支撑你要勇敢嘛 一选二回三你要大赚 掌握节奏你才能够战胜大盘 现在我们推出最后一次的一日方案 一日方案 最后一次独家开盘 邀请你来体验独家的金流蒙法 全面五折就只有一天 一天结案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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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